勞工強制期休一預計10月上路 但業者表示部分工作很難執行 因此勞動部預告可免受期休一限制的令氏草案 針對三大工作情況給予放寬 包括年節、紀念日等、屠宰業及運輸業 為營運公眾生活便利 工作地點特殊 例如海上、高山等交通耗時地區 勞工於國外、船舰或電廠稅修等職務 經勞雇雙方同意 雇主可挪一兩週內的例假一次 也就是讓勞工可以連上12天班 勞資雙方他除了有這些情況之外 情形質疑之外 他還是要跟 就是過程還是要跟勞工做一個書面的 就是可以要做一個約定 那這個有關的這個書面的約定的話 其實我們有提供同意書的一個範例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說他這個例假的這個 調整的這個原因結束了之後 他也就不可以再要求勞工連續工作 超過6天 擔任客運司機的主人表示 不管勞機法怎麼修正 多數為了生計還是會按照公司的規定 也不會說因為假的問題 然後假就變多 然後薪水就變少這樣子 對那些有家庭負擔的話會比較不好這樣子 就是經濟方面會比較會有壓力這樣子 對啊 為了生活嘛 對啊 其實12天都有來說沒有影響 對啊 就是照我們班次這樣休息這樣 一個禮拜可以休息 他說一個禮拜應該一天啊 一個禮拜一天 正常是一天 對於勞動部預告的草案 有勞團認為應該實際提出是哪些人 哪些類型的勞工適用 而不是只公佈大方向的職業 讓資方的彈性增加 影響勞工的權益 哪些人 多少人 那這樣子的話你預告才會 社會才會真正的辯論嘛 否則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雇主 搞不好很多人就會認為說 我是非得 我一定有必要 然後你一定要對我有所彈性 這樣子的話其實對勞工也無法保障 對於整體的法律的落實 也會有一些障礙 勞動部表示 勞機法期休以草案 預告至9月8號 各界如果有意見可以向勞動部反映 但勞團認為 令市草案需要制定更明確的職業 讓社會評估 另外在運輸業上 為了大眾公共安全 也要謹慎的考量對策採事 記者老爸把號台北市採訪報導